隨著天氣變冷 以後發貪重度的危險性增加 為了要讓民眾了解相關的歷史 南市府小鳳教建議在兩天 還有基盤三島的作單位 搖車在鄉親也還有家室 烈水路的入駕都在內參加 因為天氣冷 大家在洗澡的時候 甚至在客廳休息看電視的時候 很容易忽略把窗戶都緊閉 那當民眾如果有發現自己 頭腦感覺 封層層或是四肢五粒的時候 那就是以氧化氧中毒的徵兆 所以要提醒民眾 務必要把窗戶打開 我們也希望透過業者的幫我們宣導 他在裝飾瓦斯熱水器的時候 如果發現民眾有裝飾不恰當 或是通風不好的地方 能夠立即協助改善 華東現場鋼人軍隊和官邸軍隊 特別設計的一大氣局 將最近熱門的議題 世界卡丘也有寶可夢的主角 拿到世界冠軍頂點完送用熱局情 希望透過儲別演出 加欠大家的影響 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負責愛與真實的邪惡 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走色 白動 白色的明天正在等著我們啦 小車每次都是你在搗亂 皮卡丘 這次我們趕快解決他 趕快帶我媽離開這裡 雙盪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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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會的民眾的印象 最主要還是提醒我們在利用這個 藍氣熱水器洗澡的時候 要注意保持通風 不要一直沉迷看這個足球賽等等 忘了我們通風的注意事項 小公叫提醒他 並且在處使用瓦斯 要把湯盪瓦打開 將瓦斯爐才是水爐 要審敵合計的品牌 將來出現一個計势的人員 表面遺憾來發生 並且將那些有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卡丁為高 各大隊分隊來尋問 讓你們看見 採訪報道